小南的迷你情人 小南这样的大美女 小南还这么淡定 小便我也是佩服 由于亲戴美没有衣服穿了 在小南去上学时 偷偷溜进了自己家中 找了一些洋娃娃的衣服 等到亲戴美回到小南家中 一个戴口罩的女子 鬼鬼祟祟地翻窗而入 在寻找着什么 另一边 小南放学和野村一起回家 野村越来越主动了 此时正巧遇见了野村的前男友 前男友一直沉着野村 和小南打了起来 不是对手被打跑了 此时的野村再也按捺不住 向小南表白了 正在小南不知所措时 亲戴美发了一封邮件给小南 告诉她家里来小偷了 小南趁机逃跑了 此时小偷进来找寻东西 亲戴美躲闪不及 伪装成手办 一动不动逃过一劫 此时又进来一个男人 原来是小南的爸爸 小南的爸爸曾经抛弃这个家 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了 女人就是来找离婚习义书的 然而亲戴美变小的是 被小南的奶奶发现了 奶奶给她做了一寸鸡的衣服 晚上亲戴美在窗户边跳舞 正好被她的妹妹明日香看到了 第二天 亲戴美坐在小南肩膀上 走在海边 她对小南也越来越依赖 两人回到家 小南的奶奶病倒了 住进了医院 小南去男厕所室 把外套放在了椅子上 一个小女孩过来抓走了亲戴美 亲戴美成了小女儿的宠物 被戴进了病房 正好小南的奶奶和小女孩在同一间病房 小南开始疯狂地寻找亲戴美 却没有找到 晚上奶奶告诉小南 她要找的一寸鸡就在小女孩的床上 小南也终于找到了亲戴美 两人又幸福地在一起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下期接着说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哦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让你拥有一寸鸡 你会做什么呢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见